今天就想說一下 適合一個人去旅行的地方 一個純粹小小的分享 其實只要你上去 哪裡都是適合一個人去的 你只要不怕危險 那就完全沒問題了 你一個人去埃及也可以 但是我這個分享純粹是 以我的個人經驗 我覺得某些地方是值得一個人 去一次旅行的 所以就想分享一下 我一個人去旅行的 最佳之選的地方 台灣 日本 韓國 這些不用說 一個人去完全沒問題 台灣就是我 嘗試一個人去旅行的第一站 台北 去了四天三夜 在疫情之前 最後一個旅行 之後就是疫情 空白了三年 然後在那三年裡面 我就不停回味那一次 自己一個去旅行的時候 是多麼浪漫 因為那時候是住那些太空瘡的 那些民宿 最懷念就是回民宿的時候 我會買宵夜 買些什麼焦糖布丁 或者在街邊擺檔 買一些老美 還有一個台灣啤酒 然後就會回民宿 坐在那個 common area那裡 吃飲 很放鬆 那個時刻是挺難忘的 然後就去到 進階版 可以去法國馬賽的地方 很適合一個人去 我覺得 我就是剛剛去完了 很放鬆 很放鬆 那種感覺 完全是 跟自己拍拖的 最佳旅遊勝地 很多人都一個人去的 馬賽 因為那次去那個餐廳 吃生蠔 就像棉花酥一樣 很多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 什麼被人搶東西 當然你自己也要小心這些 其實你去到哪裡 你也會注意自己的袋子 重要財物保管好的 你只要做到這點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德國 法蘭克福 這個地方 都很適合一個人去 因為那裡的人是非常友善 他東西他會回答你 即使有些人是不太懂英文 他都會樂意跟你交流 一個人去 又是很捨義的 那些景 真的很漂亮 那些建築啊 然後你可以去那些博物館 之後呢 再覺得有一個叫做 紐西蘭的地方 紐西蘭那時候是去奧克 那如果你懂得開車 跟朋友玩也有更好玩 但是那時候我不懂得開車 超級好人 超級nice 還有那裡是食物的信心保證 就算你隨便進去一間餐廳 或者一些街邊的小檔買東西吃 超級好吃的東西 然後生蠔也是一定要吃 它那裡簡直是新鮮到瘋了 生蠔而言 而我吃過的經驗呢 紐西蘭 即是奧克蘭 Top 1最好吃的生蠔 第二才是紐西蘭市市場 每個人都不錯 因為它種類多 然後還有新加坡 交通方便 然後治安也不錯 也有些亞洲的食物 不過物價都是偏高 我好像其實去的地方 物價都偏高 例如泰國、越南那些 我反而沒有去過 我也很想去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skip了 沒有去到 這些是我比較推薦 一個人去旅行的地方 當然之後更加會有更新 可以看我怎樣拍下這些影片 之後我又想著一個人去維亞納 奧地利這個音樂之道 我是因為這個銜頭 所以很想去這個地方 看我能否突破上規 因為我習慣去那個地方 就是會想去二手店 這麼沉悶 這麼無聊 來來去 就是找二手餐 吃多東西 叫我去博物館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行程可以加入 去這些地方最投行就是 那個流動數據 譬如我去法蘭克局 去一天 然後就說 那裡不給你買一天的SIM卡 然後就搞得很煩 我就簡直沒有買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流動數據 對於一個人去旅行 或者去哪裡旅行都好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用這個Olify 就可以買到一天的流動數據 而且是依線 就是不需要想著有張卡又要怎樣拿 或者開過手機又要插那張卡 又找一支針 那樣很煩 那eSIM就普遍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在用 所以就比較方便 但是就要看回這部手機 是不是有這個eSIM的功能 也可以保留自己原本的那張SIM卡 而且它的eSIM就不會過期的 你可以買了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才啟動它都可以的 那它也很簡單 在它的網站 最好我就覺得用它的網站買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是 一天或者兩天這些有限制 你在它的網上按 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它有88個國家的地方 那些日子都不會fix的 就是可以買一天兩天 這樣也沒有問題的 那你買完之後 隔一會就會收到它的email 然後就可以 正式啟用你這個eSIM的了 那它除了網站 你也可以down它的app 那它覆蓋的地方也有很多 就是我剛剛上述 所說的一個人去旅行的地方 全部都有的 那現在你就可以用了這個 embalace day 就可以有這個5%的折扣優惠 或者你可以在下面那個 簡介那裡 按那條link 直接飛了過去 有這個5%的優惠 那今天這個分享 就到此為止啦 Bye